正言法师总是给人温暖慈悲的形象 他所讲的话不但能开导人 还能引人向善 但近日脸书上却出现一个账号 叫做正言法师 与词记正言法师名称相同 又使用正言法师的图像 其中这段文字引发热烈讨论 写到如果你嘲笑别人的处境 未来你可能也会陷入相同的处境 吸引了超过1800则留言 有许多网红也加入讨论 鬼才阿水留言表示 马斯克只会赚钱也太废了吧 文青哥则是留言说 金城武只能靠长相吃饭真是可怜 有许多网友纷纷嘲笑自己羡慕的对象 希望自己未来也能陷入同样的处境 但是这个举动引发词记重视 还特别出面澄清 其实在脸书上疑似名人假账号还真不少 也有幸运大师的名称 取名世新云 会贴文写说 出家人看破红尘虚假空患 放下服饰的巧征力夺 但看看基本资料 曾经担任僧侣救护队的队长 甚至还担任过报社的副主编 另外还有巨星刘德华的账号 姓名跟头像都跟本人一模一样 早上会跟大家问好 还会祝大家耶诞快乐 以及新年快乐 但堂堂的巨星PO文 却只有一千多个赞 这些账号真假难辨 这回正言法师的账号 倒是因为一篇PO文 才调出官方回应 原来只是网友恶作剧 记者新闻 小王一仲 台北报导